你往上去一点啊 信不信我摔下来砸死你 踩我手了 不会吧 这么巧 吃女人是故意的吗 对不起 你洗吧 不打扰你 对不起 你洗吧 不打扰你 对不起 你洗吧 不打扰你 对不起 想回到过去 过去再也 辛苦了 你就是爷爷给我找的麻烦 他长生这样还需要相亲吗 相亲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就是我们家小马 小马 我们替你把过关了 小伙子可以 你就是二室介绍的相亲对象 是我 瞧瞧 这俩孩子多般配呀 可不就是吗 快急速吧这场面具 明天选个好日子 跟俩孩子把婚一结 明年这个时候 你就等着抱孙子吧 既然是相亲 能否给我们一个 单独了解的机会 他想干吗 走走 咱们都出去走 走走 咱们来单独了 我知道 现在的年轻人 都讲究三观一致 你们好好聊聊 加油 放心吧 没什么好聊的 什么人啊 脸色说变就变 坐 这可是火箭 这可是火箭 好戏开始了 喝水 相亲是我妈安美的 咱俩都是被迫的 坐一会儿 哪来的就回哪去吧 我倒是自愿的 你就这么闲吗 如果可以 我们这几天就可以领证 可以 你个头儿 对 就是这个态度 不认识的人 怎么能结婚啊 对我而言 跟谁结婚根本不重要 我真是开了眼 那我请问 你认为什么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让你讨厌我 我希望你能以我为主 我主外 你主内 我这人喜欢热闹 孩子生得越多越好 但是 我不负责带你 不是 你哪儿来的自信说这话 我还没说完呢 你最好说人话 我们俩结婚以后 我去哪里 你不能管 你去哪里 见什么人 办什么事 几点回家 都必须随时向我汇报 放轻 别人了 爆发吧 礼貌 我忍不了了 嗨 我把话给你放这儿 很好 大声说出来 就算世上只剩你一个男人 我庄小满也不会嫁给像你这样的人 就这 这是你自找的 也太让我失望了 你们能听着他俩在说什么吗 听不清呀 不过看样子 俩孩子也看对眼了 你们在这儿怕着干吗呢 小满呢 我给他介绍的对象来了 他是相亲对象啊 他不是隔壁村那个王马子吗 什么 什么王马子 人家现在是皮特王 明明是王马子吗 他是来相亲的 那里面那个是谁啊 里面 不过也够用了 还有脸笑 这不很简单吧 搞定 好 既然庄小姐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我可是留下证据了 那能奇妙吧你 走 走 走 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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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田规范 你谁啊 是不是二婶 你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吗 他才是我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 二婶 二婶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什么情况 你不是来相亲的 那你是来干吗的 我 我是来找你退婚的 我 为什么报警 警官 这个人肯定是某个杀猪盘 诈骗组织的小头头 他擅闯我家 还冒充别人的身份 和我相亲 诈骗可是大罪 私闯明宅也是非法行为 你好好交代 首先 他说的诈骗组织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其次 我也没有私闯他家 是他的大姑大姨们 前呼后拥把我请进去的 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问他 这 这话是不假 但他派人好几次找我 说要给我一笔巨额退婚费 世上哪儿有白减便宜的好事 这不是诈骗是什么 我的爷爷 和这位庄小姐的爷爷 多年前为我们定下婚约 但是我们之间 根本不可能 我给他钱 就是为了解除这个婚约 好笑吧你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连小说都不带这么写的 但这件事情 千真万确 你们俩的事 确实是个误会 那婚约的事情 就明天 小美 让我妈听到这事 就没完没了了 看样子 你也明白这事有多麻烦 那明天 那明天 我会再来 你想清楚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爸 我问你 爷爷以前有没有给我订过什么婚约 是过这么回事啊 这就尴尬了 这就尴尬了 谁让你去抓娘老师的 派出所都把电话拿到我这里了 我让你好好处理婚约的事 你连我把脸都丢尽了 明天我还要跟供应商开会 我哪有那么多闲工 我带在村里啊 公司没你也行 什么意思 从现在起 你已经不是临时的总经理了 雪月 你这事在胡闹啊 这门婚事是我和老战友定下的 你不要觉得是儿戏 这事如果处理不好 你永远待在大东村吧 你就是和我们家小满有婚约的 顶家后废 叔叔 您好 爸 妈 咱们回家吧 回家 等一下 他不会是想要 你想多了 请问 这附近有酒店吗 最新的酒店在镇上呢 谢谢 他爸 镇上离这儿五十公里呢 你怎么不告诉他呢 我还没说完他就走了 别看这事呢 小琳 镇上离这儿太远了 还不理人 那就走好不送 你不是去酒店了吗 你不是去酒店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你以为我想回来吗 坐不动了 你走了多久啊 都怪你 镇上离这儿五十公里 你不说 你吃东西了吗 饿不饿 我不饿 我还是去给你弄点吃的 来 走 走 走 你自己要走的 不是很厉害吗 你还不理人 慢点 这天这么晚了 你来得也比较突然 家里没准备 今天晚上 你就将就一晚 谢谢叔叔 来 进来吧 就当自己家啊 别客气 这是储藏室吗 爸 我帮你收拾一下先 爸 我来收拾吧 你先回去休息 这被子是你家祖传的吗 这还能用 好 今天晚上你就住这儿 这哪里能睡啊 怎么了 给你地方住你还嫌弃啊 那不然你去住酒店吧 这可是我爷爷的房间 你爸妈都欢迎我 你有意见啊 我就直说了 今晚好心收留你 明天一早 把你那个什么婚约一退 咱们俩两清 好 一言为定 明天一早跟我去退婚 以后我们俩 谁也不认识谁 如果不是因为爷爷 我才俩的理议 你怎么回事 让开我吧 爷爷 你和这个庄家 到底什么关系啊 非要这么折磨我吗 我觉得真是一位 一小三 这一itz 闪了 ct 不许多了 我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创想把退婚 醒过来呢 好 你在逗我吗 幸亏昨天先来的是小满 你一定和你弟媳 平时明里暗里欺负我 我睁只眼闭只眼就算了 但这次她欺负到小满头上来 我绝不答应 妈 爸 你们俩怎么好多端朝起来了 抓小满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你昨天让我和Pinter玩 盯人丢大发了 什么Pinter王 他就是隔壁村王麻子 一大清早的炒什么炒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倒还先找上门来了 我们小满可是高材生 你都介绍些什么东西 什么高材生 还不得回家来种地 你看这Pinter王一本正经 哪像你家闺女 交她两只船 是啊 阿姨 我可是看那二婶的面子上 才答应和小满相亲的 滚出去 贵妇儿 你怎么说话的 怎么 敢做 还不敢让人说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就可以要说 你们能不能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张小满 你发什么疯 爷爷说了 家里要是有不干净的东西 就破草木灰 你爷爷说得对 你就是 我就说你呢 你就是野男人 哇 看不出来还恋我 说 谁是野男人 我 我 我是 你们家这些糟心事 我看够了 什么时候跟我去退婚 小白 今天这个你看不上 明天我再给你接受点 小白 妈也不是想催你 老了谁照顾你 烦死了 我回来可不是为了替你们安排我 对不住了 你想干吗 我答应你了 我同意跟你在一起了 不是说好今天去退 不是 你可 你瞎解我什么呢 你发什么疯啊 我问你什么时候去退婚 我同意跟你去退婚了 但作为今天这条件 你必须得陪我演一场戏 你以为我是演员吗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你耍什么花招 如果你不配合我 我就得一场接一场的相见 还会连累我妈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 这事本来就赖你 要不是你冒充相亲对象 能有今天这一出吗 你要是不答应 退婚又免贪 耍赖是吧 你 小姐们 我跟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老庄家的正牌女婿 她叫 她叫 乡亲们 还账牌女婿 就是 连叫什么都不知道 肯定是假的 就是 就是 算我求你了 真是被你赖上了 假的 是 林宪 我叫林宪 各位乡亲们 之前我和小满的事没有告诉大家 造成了不少误会 请大家不要再给她安排相亲了 她已经名画有主了 我帮你搬回来一局 你要说到做到 别再说来 今天不行 还需要一点时间 你 你以为我拿你没办法了是吧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太多了 别人都会信 你不要太过分 二十 你 你看这能耐 最多一个月 我帮你搬回来一局 你不要太过分 你不要太过分 一个半年 再倒家还家了 就和我这个退 pracy 好 成交 等一下 我还以为要帮我呢 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丢出去 我去 还有那些破东西 全部搬走 好 听你的 谁叫我有求于你呢 这也差不多 装相完忍住 不许发火 不就是干点儿活儿吗 要不要帮她一下 愣着干嘛 扶着点啊 你往上去一点啊 你先凭我摔下来砸死你 踩我手了 不会吧 这么巧 吃女人是故意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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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啊 你们需要帮忙吗 看样子不需要我帮忙 不需要 别抓 你 你这儿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除了这个地方 还有其他地方养吗 别抓了 别抓了 你应该是过敏了 你怎么有空调啊 你那房间又没人住 我爸妈睡觉喜欢开仓 所以只有我房间有了 所以只有我房间有了 那你给我也装一个 你就住那么点儿时间 有地方住就不错了 还提要求 不是你求我住下来的吗 这不挺温柔的吗 要是说话再客气点就更好了 脱衣服 干吗 给你擦药啊 你不拖我怎么猜 刚觉得你温柔呢 就这么粗鲁 要不还是让他自己来吧 算了 我还是不吐了 我闭上眼就是 也不知道怎么搞这么教会 碰到点儿灰就这样 我尘满过敏 我尘满过敏 这个药治疗过敏还是挺有效果的 你告诉我在哪个位置 我帮你涂 好了吗 footage 这个 下面一点 坐吧 大家 我尘先 我尘满ive 已经好了 谢谢 还没涂完呢 莫名其妙 小满一家都在地里干活 这人是谁 鬼鬼祟祟的 先抓住再说 终于能安安静静吃个饭 哪来的信息 敢来我们村都吃东西 我饶不饶你 老实点 老实点 你放手 你说谁是小偷呢 敢偷袭我 疼疼疼疼 疼疼 放手 你放手啊 别疼 小满 小满 你们家进贼了 她刚刚还在那偷吃呢 我那是光明正大的职 浩子 她 她 是我未婚夫 她 这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改天再跟你细说了 情况太复杂了 细个两个都这么粗啊 不许走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人看着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我看你是眼睛有问题 你们必须跟我说清楚 这事你跟她说 我哪知道怎么说 我倒要看你们怎么说 所以 你们的婚约是爷爷那位殿下的 然后你们就这么答应了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了 小满的初恋都还没呢 就冒出个未婚夫了 你这个干吗 你还没谈过恋爱呢 谈恋爱有什么了不起啊 当然是 以此为契机认识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 看对眼了 挺能编啊 你说 是不是啊 行 嗯 是 他对我 一见钟情 你有点脸吧 就算是这样 你也不能让人住你家里 周小满 你不会是个恋爱脑吧 我看你怎么变 跟喜欢的人当然是 有时间就腻在一起的 这你都能说得出口 好好好 行吧 有点腻歪的 他竟然还信啊 我这人呢 是 正面 有点 有点 我不能把人放开 走 就这么多了 你们 我没想到 那你不想要 我们就在哪里 那在我 好像是藉此的 又是藉此的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 还有一些 这些 谁给你这么多东西呀 是啊 是个 刚才乡亲们给的 给这么多啊 快坐起快坐 坐坐坐 这么多 可以 我拿着 好好好 好新鲜哪 快坐下吃 小林 昨晚没睡好啊 你这黑眼圈 像是被人揍了一拳似的 刘萌 你这也吃太少了吧 这都不错了 昨天不是嫌弃不卫生一点没吃吗 小马 怎么说话 一日之计在于晨 早餐最好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 又清淡的食物 叔叔阿姨 今天这顿早饭 你们的卡路里超标了 你不是也要吃吗 你多吃点啊 大哥这是茶叶蛋 你小心眼睛变成五香味儿的 还以为大少爷肯吃饭了 林总 董事长这两天有点忙不过来了 有些事情他让你处理一下 小马 又要翻土又要撒种的 最好呀 有人能帮你 你想让谁帮我 我现在没空 你让他们来大冬村找我 什么意思啊 让我去看冬村 你别看我不是我说的 放心吧 我陪他去 好好好 快吃 突然这么好了 我主打一个陪伴 原来这苏蓉咖啡这么难喝 你这是来度假啊 我不是在陪你吗 秋水有点晒 蚊子有点多 你忙你的吧 我还有我的事呢 以为自己是霸道主裁啊 真熟 公司那一堆事 也不知道老爷子的身子 能不能扛得住 老爷子 我就等着你求我回去 让我在这儿办公啊 真有 林总 您看看这个项目怎么样 这是我们的计划书 这又是搞哪一处啊 回头让小薛连遂就行 打扰你了 林总 听说您被停职了 我们想起来 又凭总夸张了 小野不问 这个暂时不考虑 小白 发这包肿呢 是啊 光伯 天气好 我想着趁雨前 把肿勒勒播了 爸 你这样也太慢了 还是用拖拉机好 去我家 把拖拉机开来 行 爸 你看小白 她的卫文姑 整这么大场面 十九八九在装库 还有第一次进村的时候 还整样豪车 估计啊 也是瑞珠子 小白不会被骗吧 你小点声 小白 听不见 太丢脸了 听不见 听不见 好 走 好 麻烦了 小脸 麻烦了 小脸 庄小满啊 庄小满 本来找她假装未婚夫 就是为了避免被人说闲话 结果现在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方式 给你了 毛和勇 什么呢 中国考鸡 走向世界 挺好的 把这个策划案 送到我公司一方 好 谢谢 谢谢林总 谢谢 听不见 不想看 快点干 你们公司我知道 没兴趣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要不林总您再看 别说了 庄小满 什么时候回家啊 还早着呢 这样翻太慢了 不就是翻个地吗 有这么难吗 这么多天过去了 你处理得怎么样了 出了点状况 我会尽快告定她 那个叫庄小满的女人 和你到底什么关系 你就没有什么 想要跟我解释的吗 跟你需要解释什么 虽然我是喜欢你 但我的眼里 可容不得一粒沙子 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 如果你不把那个女人的问题 处理好 你是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 什么意思 难道说是要搞定小满 我都要看看 这种地有多难 想要在小满面前好好表现 博桥感呢 好 不能让你得逞 看你这样 你是要帮小满种地啊 对啊 你知道怎么开始吗 来 我教你 就这样 我们没有想打了 没有摸到大历喔 你也是要摸到大历 我不是可以帮你一顿嘛 怎么可以看到那个历史呢 这么简单 不是有手就行 林茜 我住手 林茜 别碰我的种子 马上干完了 这个混蛋敢毁我种子 我饶不了你 你小子 这回死定了吧 我饶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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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优优都不知道 如果我饶不了 你 这到底什么情况 静雯 浩浩哥 你回来啦 你怎么又不提前跟我说呀 我好去接你呀 小满 小满 你快出发 小满 静雯回来啦 静雯回来啦 小满 静雯 静雯 周小满 你有病是吧 我待会儿再找你算账 汤也来啦 这么丰盛 快坐 今天我们大东村三人组终于聚齐了 来 看酒 来 来 好 静雯 你这次回来待几天啊 我呢 刚刚结束了一个大项目 领导 不仅给我升职 还给我放了个长架 真的 那太好了 你是不是就能在家多留一段时间了 嗯 我们静雯果然在哪儿都很优秀 我倒是想问问 你们两个是什么情况啊 又来 你来编 我快编不下去了 你就 勉强 理解成一见钟情吧 哎呀 我们今天不聊别的 主要就是吃吃喝喝 庆祝你回来 来 干杯 来 对对对 再干杯 好 今晚 干杯 干杯 你们当我不存在是吧 这个庄小满 我好心帮她干农活 竟然开拖拉机追过我 撒一个谎 又有无数谎言 这现在真是气候难下了 今晚能回来 真的太好了 我的耳环怎么不见了 啊 你是不是吊倒了呀 找一下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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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找了 你们之后谁见到了给我就行 行 那咱们先吃饭 来 来 今晚 吃这个 谢谢 你 小满平日不爱生气 那片地还没有翻过你就播种 那那批种子就全废了 好 进 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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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聊的把戏 靳雯 你等等 小虎托我买了一台空气净化器 我多带了台 给你 浩哥 不用了 你自己留着用就行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 我看你浙江发的朋友圈 你那么好的办公室 也有台这个呀 你还是这么的细心周到 以后谁要是当了你的女朋友 可太有福气了 靳雯 你应该还没有男朋友吧 不好找的 你也知道我的所有标准了 我呢 就是要嫁给有钱人 我给你搬回家吧 不用 我等会儿自己来就行 没事 我给你搬回去 对了 靳雯 这个 原来在你这儿啊 小满给我的 他让我转交给你 居然不吃这一套 来啦 来啦 小满 没事过来玩啊 爸 没事过来玩啊 小满啊 这批玉米种子真不错 看着都挺饱满 是啊 爸 快干了 干了 上来了 爸 嗯 翻完这一套你就回去休息吧 交给我 我不累 今天是晒种子最后一天 可不能出岔子 来 晒干了走 小满 慢点别搅到地上了 放心吧 妈 来 把这个推平了 好 创小满不在家 他们一家在后面晒种呢 我不是来找小满的 我是来找你的 我看你经常挠手臂 在想你是不是沉满过敏 正好我多了一个空气净化器 拿给你 希望你早日适应大冬村的生活 那 谢谢 科兔冯和 Modern 我是你 梁炖оф丘要求 cats 你 טs 等你 我要回复My 我倌待这东西 请不断 哪 只求人 那有多墅 好 他们的玉米晒粥了 应该没事吧 我要不要去看一下 跟我也没关系 对吧 小白 你怎么样了 小白 妈 我没事 我帮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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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没事吧 出上来 我来 林 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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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清会帅生 已经办了住院了 没什么大碍 休息一转就好了 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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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烫 你还好吗 小马 他这是陪了我一整晚吗 我爸妈呢 你别动 疼好 阿姨没事 叔叔也没什么大碍 你还在发烧 先把药喝了 你这个人 看起来冷梦 但有时候 还挺靠得住的嘛 你看起来挺柔弱的 没想到 还挺坚强 你还加了糖啊 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胡旦 就回来 八雅 你在干吗呢 你不会是在开钩吧 停停停停 来来来 给我 你在那看着 前腿 弓 后腿 灯 肘把竹子握紧了 心不要慌 你这个脚就 这 你怎么看 庄叔跟小满呢 怎么让你来干这呀 小满生病了 庄叔受伤了 我在他们家住着 不得干点活啊 他们生病 受伤了 那个 你这往我说的干啊 你自己别瞎搞啊 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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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来呢 进 小马 你没事吧 听说庄说的脚也受伤了 怎么弄成这样啊 我晒肿下了大雨 不过现在都没事了 别担心 没事就好 对了 林仙这小子 平时升线占点泥巴度前几半天 他怎么在地里开钩啊 他开钩 不行 我得去看看 你 你躺好 你躺好 你好躺着休息吧 我们都已经教过他了 那个 我帮你加点水吧 水壶呢 好像在林仙房间 这不是我送给京王那个空气精华群吗 这种田这么麻烦 这锅药开到什么时候啊 需要帮忙吗 你穿成这样 能帮什么忙 又想刷什么花招 累不累 你也太小瞧我了 再说了 开钩这种事 一个人太辛苦 我能帮一点是一点 那你帮我看一下 我这钩开得值不值 好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上手了 不愧是你 你以前认识我吗 当然不认识 是你不认识我爸了 林总 不得宣伸 赶紧 你也帮个人来 就 Inspect 大的 会害怕这个 这个林县真是个木头 软硬不吃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就完了 你吓死我了 我刚刚去林县的房间 拿水壶的时候 看见一个空气净化器 是我送你那个吗 应该是吧 但怎么在林县那儿 我记得我给小满了 你给小满了 我就说这个小满 是个恋爱脑嘛 对林县这么好干嘛 对了 浩哥 我自己用不上 所以给小满 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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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可能会介意呢 不过 静雯 我觉得你还是得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我刚刚看到你去地里 帮林县干活了 我知道你是心好 但毕竟她是小满的未婚夫 我怕别人看到了不好 我就是去看看 那个林县靠不靠谱 然后再探探她的虚实 确实 我也觉得这个林县不太对劲 我就怕咱们小满吃亏 嗯 嗯 哦 灯露 你怎么不敲门啊 你让我过来呀 对不起 你洗吧 不打扰你 好远藏在我心底 有害怕靠得看见 想回到过去 过去再也不过去 完了 我好像 是喜欢上他了 我这腿一伤啊 老婆女儿把我捧在手心里面照顾着 瞧吧你怎么样子 爸 是不是有一批化肥要用回村子里吧 我现在去啊 小林去了 他没拉过化肥啊 好 好 哼 dell werdet 哪 ves 回来了 回来啦 冬饭回来啦 不对啊 你胜利没有绑绳子 犯了 给我砸了 我绑了呀 想好好表现一下 没想到大意了 绳子应该是松掉了 我卸你个头啊 妈 这 还有很多事给王大爷家带的 这不怎么办啊 没事 没事 路上掉的咱找回来就行了 这次先饶了你 走吧 大少爷 一起去讲咖啡 我自己去 你慢点 我会不会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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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庄小曼 我怎么脑子里全是你 林燕 少添点柴 火太大了 你好好帮我打下手 今天调话肥的事就不怪你了 你还跟我计较 早知道我就不去了 说你两句你还 还不会硬 林燕 过来 干吗 过来 好 尝尝 怎么样 怎么样 好吃吗 还行吧 你是要把我烫死吗 行 出锅了 是一大清早的神神秘秘的 带我去哪儿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你可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人 小心啊 有这么神秘吗 跋山涉水的 到了 欢迎来到我的味蜜基地 好 好 这些全部都是我种的 好 未来呢 我要在这儿建一座鱼池 养鱼的水会通过水泵 传输到上层的蔬果区 经过植物的过滤后 水最终会再次流浓到鱼池里 你的这个构想 是一个小型的生态循环系统啊 难道 这些 就是你留在村子里的原因 现在这些只是个雏形罢了 这些东西 都是你一个人摸索出来的 嗯 边摸索边改进嘛 张小满 你果然很特别 对了 你千万不能跟我爸妈说 不然他们又该说我浪费时间 做不切实际的事 傻瓜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优秀 这是什么 别碰 什么情况 怎么又摔了 我该怎么办 快别看了 放我下来啊 好 啊 没有 他现在在想什么呢 庄嫂曼 你看不出来吗 我喜欢上你了 回去还是洗一下吧 花房的水不太干净了 没关系的 那个 我刚刚从花房拆了一只 庄小满 兔子方 庄小满 你想我没有 好好 你怎么在这儿啊 对了 林欣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学弟苏子枫 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位是你朋友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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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庄小满的未婚夫 这么主动 以前不都是我来说的吗 你离婚了 这说来话长 不是 你怎么来村子里了呀 一看就不怀好意 当然是为了见你 地理杂志这次有一个美丽相当的专题 我是专门负责这次拍摄的 那真是好事啊 那你带我去一下你们村委会呗 行 我带你去 你没变样啊 你也没变 走啊 林欣 有点自作独情了呀 林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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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